随着电脑网路科技的进步 各种电路板、光电零组件的相关制造产业 已经快要取代传统产业 成为台湾制造业的主流 成立在1984年2月的环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除了台湾台中工业区的母厂之外 在大陆、美国、日本、欧洲、香港等地都设有分公司 虽然是一家上市上位的科技大厂 环龙科技的董事长欧正明 却相当亲切又有抹风趣 欧正明谦虚地说 环龙科技30多年来 可以说是跟着台湾科技业一起成长 现在也跨足到大陆设厂 希望为两岸的科技交流跟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而且对内对外 欧正明董事长也有他坚持的企业理念 要做最好的东西让客户满力 另外也可以创造历任 勇气经营 可以来回馈我们的所有的股东 还有来照顾所有的员工 就是坚持做对的事 用对的人 欧正明董事长带领环龙科技5000多名员工 渐渐在全球光电零组件市场打出名号 成为国际知名的MIT品牌 出生在台中神刚乡下 初中高中都就读台中一中的欧正明 相当感谢母校六年来的教导 带给他人生最大的启发 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他也勉励学弟妹 要珍惜青春岁月 年轻不要留白 更要懂得学习尊重 感恩跟回馈 当台中一中的学习员 你到社会上 你会得到很多人的尊重 那我想这些就是前辈校友 创下的成果 希望我们的同学们能够继续努力 发扬光大 以后你们会表现得更好 有百年风华校时的台中一中 培养台湾各界精英 可惜象征一中精神的红楼 却在1970年拆除 最近学校跟校友总会展开行动 希望凝聚校友的力量 重建红楼 曾经担任台中一中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台中市校友会长 目前是校友总会常务理事的欧正明 感性地说 学生时代每次经过红楼 除了看到他的美丽之外 也经常会有一种 身为一中人的荣誉感跟责任感 他相当支持红楼重建 也会具体地贡献一点心力 因为红楼呢 当年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一中的时候 我一看到红楼那种宏伟的感觉 对我一个乡下孩子是很震撼的 当年又当考上的时候 那我感到非常的幸运 结果在那里度过六年 非常愉快的时光 也让我这些 尤其深度台中一中的历史的时候 我对一中的红楼呢 更有深刻的印象 欧正明董事长表示 科技产业日新月异 而且变化的速度很快 完隆科技目前开发出 世界最新最好的汽车雷达定位系统 还可以应用在电车高铁轮船上 已经获得包括日本本田工业的采用 未来也会继续扩大产能 掌握最新关键技术 作为一中子弟积极奋斗的精神标杆 让美丽宝岛的科技 跟经济持续繁荣发展 记者陈文旭 萧又金 赖奥西 台中报导 我们更是做 殿用灵 感谢观看